央行總裁楊金龍走進會議室就宣布 升息一碼這不只是楊金龍二零一八年上任後 首次升息也是臺灣睽違十年的首次升息循環 升息一碼的一個主要的考量因素 升息的三個要件都符合了 楊金龍拿著指揮棒特別解釋 這回會跟進美國升息一碼 就是因為央行預測今年臺灣CPI年增率 距高達百分之二點三七 面對輸入性通膨壓力不得不升息 只是升息一碼後重貼限率 擔保放款融通利率 還有短期融通利率 各調升零點二五個百分點 也就是升息後貸款利率會更高 我們是朝緊縮的方向走 升息也會導致就是說 我們的購置 購置住宅的一個成本 它會上漲 確實貸款護負擔會更重 如果民眾購買一千五百萬元的房屋 貸款一千萬來計算 原本利率百分之一點五 每個月要還約四萬八千兩百五十五元 現在要來到四萬九千四百一十三元 等於每個月要多付一千一百五十八元的利息 俄羅斯跟烏克蘭戰爭之前 通膨膨脹就是物價上漲 就有它的本來就有它的壓力存在 慢慢的在今年的下半年 應該都會受得一些舒緩 國發會也強調這回美國台灣 升息力抗通膨對物價上漲壓力會趨緩 而這回雖然央行並沒有實施第五波信用管制 但央行也強調會持續控管方式 三零協會主動拉瀉SNG小組 台北報導